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年规划编制史上是第一次 他认为这次活动效果很好 社会参与度很高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有关部门要及时梳理分析 认真吸收 习近平指出 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广泛而具体 充分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 他形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信心和支持 就是政府的奋斗目标 国家奋进的力量 要总结这次活动的经验和做法 在今后工作中更好发挥互联网 在倾听人民呼声 汇聚人民智慧方面的作用 更好集思广义 宁心俱立 这次网上意见征求活动在上个月16号到29号举行 在多个新闻平台开设十四五规划建言专栏 听取全社会意见建议 社会反响强烈 累积收到网民建言超过101万条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雷克国安理会24号举行视频首脑会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务院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会上表示 当前事件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层出不穷 迫切需要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加强协调合作 王毅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峰会 和第七十五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 发出了坚定不移维护多边主义的有力声音 呼吁各方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 王毅说当今事件面临的威胁挑战层出不穷 迫切需要完善全球治理 为此中方提出五点建议 其中在加强大国协调合作方面 他强调大国要发挥表率作用 带头践行联合国宪章 带头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带头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在世界面临重大风险挑战的时刻 大国更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要 并且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在维护国际法则秩序方面 王毅则强调要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有约必守有膜必见 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同时也要推动新兴领域的法则制定 这次会议是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之一 由联合国安理会9月轮值主席国 尼日尔倡议举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联合国安理会视频首脑会议上也讲到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全球治理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 加强顶层设计 以体现多极化发展的进程 王毅表示 全球治理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来反映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国际政治现实 因此中方提出建议在践行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方面 要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这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国际道义所在 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 重大风险挑战没有边界 各国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面对风险挑战需要汇聚全球资源 汲取各方智慧 形成强大合力 此外中方还建议加强联合国领导作用 王毅表示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 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机构 更有资格和优势发挥其领导作用 但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 体现多极化发展进程 同时联合国也需要与时俱进 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提高运行效率和应激能力 实现智力体系和智力能力的现代化 风航卫视谢红舟叶博健北京报道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24号在联合国安理会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全球治理视频首脑会议上发言 张军严厉驳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对于联合国和中国的恶意攻击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中方和联合国做出的无理指责 张军批评美国滥用联合国的平台传播政治病毒 干扰了全球团结抗议的努力 For quite a while, some U.S. politicians have been obsessed with attacking other countries and U.N. bodies abusing the platform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ecurity Council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preading political virus and disinformation 张军强调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完全是自己造成的 他指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最完备的医疗体系 但却成为确诊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的一些政客应该为此负责 张军又说 美国应该明白指责别人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靠转嫁责任、撒谎、欺骗、偷窃 不仅于事无补 而且只会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张军表示 中方希望美国早日回到与其他国家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轨道上 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在安理会的一场高级别会议上 对于中方驳斥美国的言论表示支持 而美国大使就因此恼羞成怒 形容这场会议让他感到恶心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上对中国的发言表达了支持 他表示各别国家在自己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 总是喜欢从国外寻找替罪养 中俄双方的批评使得美国代表恼羞成怒 凤鸿卫视 我们看到新冠疫情让世界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是层出不穷 那么各国应该如何来合作固动共度时间呢 今天联大会议特别是美国的代表的这样一种很失态的一种表演 和昨天前天咱们都看到特朗普的那些说法 那么过分那么的不自觉不自律 没有自省缺乏自省精神 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这种状态 而现在美国的疫情的这个状态大家都看得到 我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美国现在这样一个态度 大家总会认为他好像就是和中国过不去 我们中国人也可能会容易这样想 其实不是 现在呢我总是认为呢 不应该讲美国 应该讲美国政府或者叫美国执政当局 甚至于就直接讲特朗普都可以 因为不是所有美国人的问题 也不是所有美国政治家的问题 是一部分执政的这些人物 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太过分了 他们现在这个推卸责任 抹黑别人为自己来辩护 为自己来争取一个回避自己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真是就是到了这个无所不用其极 你看他在国内对民主党对反对派的批评 包括对共和党当中一些不同意他做法和言论的人的批评 和那种那太过分了 而且马上要选举 他连和平的对待选举结果 移交政权他都不做承诺 就到了这个程度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很少有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退出世卫组织 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他先带头退出世卫组织 否定自己对世卫组织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然后把责任推到世卫组织身上 第三就是针对其他国家 首先是中国 然后也包括俄国等等很多国家 包括他的盟国 他也在不断的向别人甩锅推卸责任 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的这种表现太恶劣 而他自己也深受其害 现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就有点不可自拔那感觉 他越这样甩锅 自己的疫情就越严重 越严重他越需要甩锅 因为马上又临进选举 这种恶性循环也影响了我们所有国家 我们中国也深受其害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要团结起来 要真正搞大国合作 越是疫情严重 越需要合作 这已经说了多少次了 因为疫情比所有天灾人祸 都更说明了我们人类是一个共同体 必须合作 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第一大国这么反合作 不愿意合作的时候 为合作制造麻烦 我们这些其他大国 就应该更加倍的想方设法来合作 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把自己事情办好 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能够拉美国 重新回到大国合作的行列之中 是 好的 感谢更新先生带来的分析观察 换一个焦点 再来关注到 对于TikTok近日提出申请 让美国联邦法院临时阻止 即将生效的针对TikTok的禁令 美国联邦法官在24号就表示 政府需要提交法律文件以支持禁令 否则就要推迟禁令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透露 交易仍然在谈判当中 重申安全问题是 他是否批准最终协议的决定因素 TikTok在23号向华盛顿特区法院 提交了暂停执行请求 认为美国政府的禁令 违反了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 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官24号表示 特朗普政府有两个选择 要么推迟禁令 要么在25号下午2点30分前提交法律文件 捍卫禁令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6号发布的行政命令 美国商务部原本应该在9月20号 开始禁止TikTok应用在美国的下载和更新 但由于TikTok与甲骨文和沃尔玛 达成了初步协议 因此美国商务部宣布 禁令延迟一周执行 而TikTok试图在本周日前阻止禁令生效 特朗普24号透露 TikTok的交易仍然在谈判中 并且需要得到他的批准 虽然特朗普在上周已经原则上批准了初步协议 但由于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与甲骨文和沃尔玛之间 就TikTok的控股权等问题存在分歧 让协议达成的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 字节跳动向北京市商务局提交了许可申请 正在等待北京商务局的受理决定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好 取消广告 下节回来的您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亚太区股市在今天是涨跌户线 日本股市在午后上升接近0.3% 韩国股市更是上升了0.6% 台湾股市则是倒跌0.4% 内地股市走出震荡整顾的格局 半日是轻微下跌 具体来看 户指在中午报3215点下跌7点 跌幅是0.24% 半日成交1288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在中午报12809点下跌7点 跌幅是0.05% 半日成交2137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高开114点 但随后震荡走软 恒指在中午报23262点下跌了48点 跌幅是0.21% 半日成交607亿港元 对于香港警方日前修订警察通力当中 传媒代表的定义仪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表示 警方采用客观的平台界定传媒代表 提供特别安排 不会改变香港居民享有的言论 新闻和出版等自由 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上表示 警队采用客观开放仪式同仁的服务平台 界定传媒代表 为传媒在行动当中提供特别安排 包括可进入封锁区内采访 一如或安排出席记者招待会 或者是活动做采访 访问会怎会是打压新闻自由 或者是筛选记者 又说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 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等的自由 不会改变 林郑月娥也说 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 事实上可以说是 整个政府和传媒的联系平台 见到不少的新闻仍然围绕事件 感到不突不快 继海洋公园之后 香港迪士尼乐园也在今天第二度重开了 乐园在早上重开之前上百人在园外等候 所有的游客进入乐园都要进入测量体温 以及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而乐园一星期营运五天 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暂停开放 公众假期除外 游客必须提早在网上预约入园日期 并且做出健康声明 而香港两大主题公园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两度关闭 迪士尼在六月中旬重新开业 不到一个月之后 在七月十五号因为第三波疫情 第二度关闭 好有关迪士尼重开的更多消息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记者黄芷芸来了解一下 芷芸你好 芷芸你好 可否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场情况如何 另外原方也采取了哪些防疫措施呢 好的圈子 我现在躲在的位置呢 就是香港的迪士尼乐园 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 这个呢就是刚刚翻新完成 华丽变身的迪士尼梦想城堡 也是第一次的和大家亮相 那我们看到啊 今天呢可以说呢 是自香港第三波疫情 迪士尼乐园在闭缘了两个多月之后呢 第一次的再次的来开放给大家 那么有很多的迪士尼粉丝都表示呢 是相当的期待 可以说这一天呢已经是期待已久 非常的兴奋呢 那么香港人开玩笑就说呢 两个主题乐园 海洋公园和迪士尼乐园呢 可以说是关了又开 开了又关 关了又再重开 因为刚刚也看到啊 就是说在六月的时候呢 其实两个主题乐园呢 一度是重开 但是在重开了不到一个月之后呢 就马上就爆发了香港的第三波疫情 因此呢在七月的时候呢 两个主题乐园呢 又再次的关闭 而自上星期呢 海洋公园再重开之后呢 迪士尼乐园呢 在今天也是正式的再次的开放 但是在疫情之下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原方呢 是采取了不少的一些防疫措施 比如说呢 所有的人士在静远之前呢 首先要戴上口罩 要量体温 确保呢 体温没有异常 才能够进入乐园 而且不是说你来到现场 买张票就可以进来 必须呢 要提前在网上要预约 为了呢 要达到特区政府所要求的 也就是说呢 在乐园必须要进行 这个人流的管制措施 而进了乐园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巡游式暂停之外呢 一些室内的一些现场表演呢 目前呢 还需要暂停 而现场呢 也有不少的工作人员呢 是手持着一些 温馨提示的一些牌子 提醒大家要戴好口罩 而且呢 要勤其手 希望大家呢 可以在保持适当的 社交距离的安全情况之下呢 来享受这个奇妙乐园的时刻 以上就是我们在 迪士尼乐园的情况 现在把时间交换给陈子 好的 感谢紫渊 从迪士尼 我们带来了一个最新介绍 再来关注到澳门方面 截至9月25号 澳门已经连续三个月 都没有出现过 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内地恢复赴澳自由行 澳门的大中小学 包括幼儿园也已经全部开学 澳门的抗疫防疫成效 可以说是全球的模范生 但是澳门特区政府 没有因此而懈怠 防疫抗疫工作 仍在继续进行 一起来看最后一集 澳门抗疫启示录 拿着没有死亡个案 没有社区传播记录的成绩 从澳门进入广东省的人士 不用再隔离 澳门特区政府 也成功向国家争取恢复自由行 这些措施都是公众恢复正常生活 经济早日回到正轨的关键一步 也是约澳两地联防联空的成果 全国赴澳门自由行已经恢复 但目前的入境旅客数字 与以往仍有交大差距 刘一良建议加大在内地的宣传 加强核酸检测指引 并希望恢复网上申办自由行签注的安排 而澳门因为疫情暗杀的暂停键 以一个个恢复原位 赌场短暂关闭后 2月中已经重开 政府部门3月初全部恢复正常运作 市政报告 高中复刻 甚至举办了人群聚集的龙州赛 通关自由行陆续正常化 全部学校也顺利开学 我们是有一个好团结的团队 就是有赖一个团结的团队 还有有赖全澳门市民的高度的配合 我们才可以做到有效的防控 五个师 每一个师都做足了自己 每一个师的工作 在防控上面 没有一个师是会说 不关事的 其实每个师的部门 都有他自己应要做的工作 即使生活恢复正常 但定期购买政府口罩和出门戴口罩 已成为阿门人的日常 为了回应举办大型活动的需要 政府最新规定 非私人举办的400人以上的室内餐饮活动 所有参加人士都要有核酸检测证明 包括10月1日 政府举办的国庆酒会 也会这样执行 面对防疫常态化 阿门政府的抗议工作还没有结束 正如贺医生所说 阿门今年下半年的经济 仍然有下行压力 这一仗还需要阿门政府 与社会公众一同打下去 凤寒维视 陈惠奇阿门报答 日本媒体在25号援引一位 东京奥组委内部人士消息称 为了简化奥运会 奥运村里面欢迎各个代表团 抵达的升旗仪式将被取消 日本共同社报道 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 与东京奥组委 关于奥运会简化的会议 25号进入到第二天 除了代表团升旗仪式 奥运会开幕式举行之前 欢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仪式 也将被取消 估计将会有50多项简化项目 而东京奥组委希望将参加 奥运会的官员数量 减少10%到15% 从而减少在食物 饮料 和交通方面的费用 另外 组委会还计划将原本 受邀参加开闭幕式的嘉宾数量 也减少20% 并且提议减少场馆的照明 和宫殿设施数量 以及奥运村里的保洁服务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间特快 我们再会